大家好,我不是车评人 我是介绍你买好车的汽车销售员 我是Paco 今天要介绍给你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一台 有迷你wellfire 支撑的Toyota Voxy 这一台车呢,可能你觉得有点陌生 或者有时你在路上可能有见过这台车 因为这台车其实没有在本地Toyota销售 它只会在requant车厂可以找到它 首先先讲这台车的外观设计 如果你把这台车放在一个地方 是没有其他车,没有人的地方呢 可能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辆Toyota Wildfire 不过其实它的位置,它的尺寸 就介于在Sienta跟Wildfire之间 到车头设计 先看它这一组分离式的头等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它很像 Wildfire的原因之一 然后整台车的车头呢 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chrome的地方 因为这一台车是比较高级版本的Kirameki 然后重点来了 你看到这个logo很特别是吗 为什么它不是Toyota logo呢 因为其实这个logo呢 它也不是Produa的logo 所以呢有一点点像 其实这个logo它是Net Toyota的logo来的 其实Toyota在日本哦 从以前开始哦 它有很多个不一样的公司 在了生产他们的汽车的 其中一个就是Net Toyota 而Net Toyota呢 它生产的就是比较运动型一点的MPV 就好像Wildfire Voxy之类的 所以来到车侧方面 车侧是一辆MPV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辆车 舒不舒适 宽不宽 大不大也是看车侧嘛 OK这辆车的车头到车尾呢 总共长度是4700mm 然后车高1800mm 可是它车并没有很宽 才1700mm 可是它一个很大优点就是它的 前轮到后轮之间的距离有2850mm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里面的空间感就更大了 然后如果这辆车你是走highway的话呢 比较平整路的话呢 里面也非常的舒服 不过呢有利也有弊 这辆车如果你把它开在比较狭窄的路 或者是弯路的话呢 可能你的body roll会比较严重 16寸的轮毂搭配20560的轮胎 那你看它是20560哦 所以它60它的厚度比较厚的轮胎 所以你里面乘坐的感觉也比较舒适 而且呢 这一组的轮胎呢 在本地你替换的话也蛮便宜 大概价钱在300多400块里面 就可以买到一条吧 车侧呢就非常的平整 然后整台车营造出来的感觉 就像一个四方形的box type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 如果box type的话呢 你就把你的空间感用到最maximum Kiramake版本的submirror 跟door handle都是在chrome颜色的 那Kiramake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刚才我提到的前面有说过 Kiramake的意思在日文呢就是闪耀 就是这台车它是闪耀版本 就是最豪华的版本的意思 来到车尾部分呢你就看到 诶 后面不像Wireless嘛 ok 这辆就是boxy的后面的设计 它比较像一个van型的设计 然后它的尾灯呢就是两边 熏黑式的这个尾灯 可是它里面哦它有一个好像导C型 或是那边就是C型的这一个设计呢 它的灯它只有下面会亮 上面这里它只是for一个display 然后中间的这个boxy的字样 它是排开的VOXY是个字样 后面的logo它就用回Toyota原装的logo 但是哦它还是有Wireless的影子 就是这个地方 reflector的地方还有它的 后面的wiper很像Wireless 还有这个尾翼也很像Wireless 对吗 不过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辆车有一点小 像Nissan Serena 你们觉得呢 可是这辆车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powerboot 所以如果你把它这个打开的话呢 其实它整个门是蛮重蛮大片的 而且呢你打开的时候 你记得要退后一步或两步 因为它蛮长的 到这个地方可能会打到你鼻子哦 还有就是如果因为它没有powerboot嘛 如果你要把它关散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出一点力 然后再把它推进去 这就是还有一个小缺点 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呢 你打开了尾门 去到这里 第三排的座椅哦 你可以很轻松 又很方便的把它折起来 我示范给你看哦 从这里下面拉一拉这个按钮呢 它就可以折起来 拉上来 到这里的时候呢 要稍微的用力推一推进去 然后把这个扣子呢 扣起来 就好了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行李空间 还有这里这一个部分哦 把这个掀开 然后这一个地方可以 把手指放进去 然后拉开之后呢 这里还有一个隐藏室的一个空间 还有你的spare view就在下面 中规中矩的2公升自然吸气引擎 搭配7速CVT牙箱 然后它的总共输出150匹马力 最大的扭矩是192 刚好够用吧 然后因为这台车呢 它搭配了很多电子辅助系统 还有两边的电门呢 所以它的电箱也会比较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进到内饰里面呢 先提一下 因为这台车它是2019年的Voxy 就是第三代的Voxy 现在其实已经去到第四代的Voxy了 里面虽然没有新款的那么美 不过这辆也不错 所以从前面这里看过去呢 其实这辆车是可以说是零Blind Sport 是没有Blind Sport的 因为这个位置很宽 这个位置也很大 然后这个side mirror也没有挡到我的位置 然后这个steering的位置 你可以调高低 可以调高低或者是进触也可以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触瓶是touch screen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的info screen 这台车它还有所有的那种safety pictures 比如说pre crash啊 还有是那种land departure的东西 它都有 它也有autostart stop的engine 给你maximum的省油 还有就是从前面这里的旁边呢 你也可以调开后面的两个电门 然后到中间的这一个sander console的部分呢 这个圆形的这个设计 其实它里面的操控全部只是冷气而已 就是前排跟后排的冷气控制而已 然后到这里就是你的那个牙箱 的那个控制你的那个排档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eco mode eco mode如果你把它按了之后呢 它会把你的引擎调到比较低的那个转速 所以你就可以比较省油一些 然后这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椅子的这个armrest的部分 想象一下这辆车你坐姿是比较高的 你这个椅子是整辆车 比较坐高的一个位置对吗 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没有扶手的话呢 你开车如果你在转弯的时候 你可能会被抛出来 比较危险 如果你有这个扶手放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舒服的放着你的手 你也可以安全的把你固定在你的位置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我蛮喜欢的 你们喜欢喝咖啡吗 如果我跟你说这台车 一次过可以放16杯咖啡 你信吗 我算给你看 首先呢 两个门一定会有咯 后面的门也是有就有四个哦 然后这一个冷气口这里有两个 还有就是一个隐藏的 这里拉出来就有两个 然后这里也是有两个 后面呢 也是会有四个 等一下我再给你看一看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我的是热咖啡 我把它放这里 那不会吹到冷的吗 很容易 只要把这一个推去左右边呢 它就会把它关了 它就会把你的热咖啡吹冷 后座呢 就是这整台车的灵魂 然后这里坐进去 可以看得到吧 头的位置哦 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肩膀的位置也是非常的大 脚的空间不用说吧 然后这个那么大片的镜子哦 竟然还可以开 不过它只可以开一半 这大个位置而已咯 如果你觉得很晒的话呢 然后把它关上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 导致 再把它扣上去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 还在算着的 咖啡杯的杯架对吗 这里有一个 中间这里有两个 这里也有两个 还有那个门那边 所以总共这里加起来就 十四个 后座还有两个 整个车总共加起来有十六个杯架 你可以喝十六杯咖啡 还有车内的其他好处 就是这个电门 这是一键是可以开和或关的一个电门哦 只要先这样按一下 它就会打开 然后这里有一个扶手 然后顺带一提哦 因为这台车它的底盘是比较低 可是它椅子会比较高一些 所以如果你上下车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尤其是如果你家有老人家的话 你上下车有这个把手的话 你坐着蛮舒服的 就像在坐在家里面的那种沙发一样的感觉 那除了老人家方便之外呢 如果你有小孩 这辆车也很适合你 因为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放你的baby seat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安装一个real entertainment 所以这里你可以播放着你的baby shark 给你的baby听 然后他就不会哭闹 他就专心在看着电视 你就可以很安全 很专注的在开车了 从第二排的第三排两边也可以从这里来做一个操作 接下来我要给你示范一下这个椅子的操作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拉两次它有两个level 第一个level你拉起来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把那个椅子可以前后移动 如果把它拉去最高的一个level之后呢 你可以前后左右你也可以左右摆 所以为什么要左右摆呢 如果你左右摆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两张椅子合在一起 那中间你就可以坐三个人或是一个人坐得比较舒服 一点比较大的位置了 然后再示范给你看 怎样从第二排去到第三排 很简单呢 这个地方呢把它拉一拉 一键是拉一拉 然后这个折起来 就把它拉过去后面 然后就可以去后面了 非常的方便 后座第三排的空间感也是非常的大 头部空间 肩部空间 还有腿部空间也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第三排呢 它也有这一个冷气出风口 还有这一个呢 可能你觉得会比较平嘛 比较平整是吗 可是哦 这里有一个小绳子 只要你把它拉一拉呢 你可以直接是睡觉的这个姿势 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会想到 那我怎么可以从第三排走出去呢 可能你要叫你朋友 帮我拉一拉这个椅子 我出去对吗 其实不用哦 这里有一个小踏板 你要把它轻轻一踏 你就可以控制这个椅子 推前去 然后你就会很方便的出去了 那介绍完所有这台车的卖点之后呢 最关键东西来了 到底这台车卖多少钱呢 听好哦 这台车哦 miniwellfire 他只需要wellfire一半的价钱 你就可以买到 试驾大概是130-140左右而已 而且呢 Rotex也只需要 wellfire的一半的价钱 你也可以得到了 那如果你觉得 开wellfire有parking 蛮困难的问题 或者是车太大的问题 有些地方太狭窄 进不去的地方的问题的话呢 这台车将会是你更好的选择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我是Paco 报果 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